开的是店,卖的是面 一个人吃半斤,大人吃斤半 这个面霸唐诗一首 有人说这是唐诗吗 这是卖唐的人说的诗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 大话刘洛关马上又要上演了 咱们这个故事里边啊 人物不多 乾隆皇帝刘庸和申 故事呢也是围绕着北京城里边 这个君臣之间 官场之内所发生的这些个事情 那么有没有涉及到外边的呢 也有啊 也涉及到什么山东啊 四川啊 河南啊 陕西啊 但是今天这个故事离这可远 怎么呢 好 离这北京城 只有将近一万多里地 啊 在哪 在东海岸边 有一个小国家 叫窝瓜国 怎么叫窝瓜国呢 闹不清楚啊 反正可能当初啊 其实这么叫啊 上口 叫窝瓜国 属于是大清朝的蜀国 需要年年进贡 岁岁称臣 国家不大 每年呢 也是互通有无 这个小国家派使臣来 来到这个大清啊 献一些个珍奇的物品 那么有时候呢 呃 大清也派一些个使臣呢 到他们那去 看一看你们这的国土民风啊 民俗民情啊 这叫互通往来 哎 有这么一年 大清朝啊 派了一位使臣 来到了这窝瓜国 呼 天朝大国来人了 这个小国啊 那是倾国冲动 啊 这国也不大 呃 黄土电道 净水泼街 呼 布置的是富丽堂皇 国王亲自出来 迎接这位使臣 使臣去的时候 有打大清这走 带了一只啊 戏班子 干嘛戏班子呢 啊 让你知道知道 我们天朝大国 看看我们这个音乐呀 喜剧呀 啊 你们来欣赏欣赏 让你们也来学习学习 当天呐 戏班子跟着搭好了台 演员们化好了妆 乐队定好弦 在前边呢 这边是国王 旁边就是大清的使臣 国王往这一坐 嗯 啊 看来看 挺新鲜 他没见过 啊 他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他最大的娱乐 就是看看狗掐架 他没见过 看着纳闷 哦 有意思啊 挺好 不能不佩服啊 天朝大国就是了不起啊 使臣一伸手 把这戏单递上去了 啊 上面写着各种戏 那什么什么戏 什么什么戏 那意思呢 请国王 您点戏 把这拿过去 哼 国王接过来真认真 啊 打这戏单 上一眼 下一眼 左一眼 右一眼 看了八八六四眼 看半天 只点头 可就是一二啊 不认字 怎么呢 瞎看 看半天 还直夸 啊 好啊 啊 看看 多黑呀 啊 嘴话 墨比写了能不黑吗 啊 这个 这个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啊 这是戏单 啊 您看看 先唱什么呀 哦 戏单啊 那就先唱戏单好了 是陈一听什么 先唱戏单 啊 这种这么糊涂呢 哎 叹了口气 胡闹 说了句胡闹 国王听见了 啊 那 后场胡闹吧 嗯 拿着当戏了 啊 简短节说 演完了之后 临走的时候啊 落去一样东西 从一匹马的身上 装货的这篓子里边 掉出一个大男过来 啪啪掉了 这帮人也没注意 可是呢 窝瓜国的人就看见了 哎 掉东西了 这个 这个 这个马上面掉的东西 啊 要换二一个 哎 您这东西掉了 您拿走 窝瓜国没有 这都小气 啊 这好 这个啊 几个大乘赶紧过去了 哭腾跪去 拿袍子 一盖这南瓜 啊 恭送 天朝使节 说的还挺好的 意思是 跟您这客气客气 实际上呢 就把这窝瓜 就给藏起来了 使臣也没当回事 大队人马上了船 乘风而去 走了 国王这 落坏了 怎么呢 其实见着 稀罕东西了 喝 完了姑娘 这是什么呀 嗯 问大臣们 大臣也不知道 都纳闷 其中有一个大臣 走机里 哎 别吓 啊 我 想出来了 这个东西啊 这肯定是啊 马的蛋 啊 马还下蛋呢 嗯 我估计啊 这个东西 它就能孵出来 能孵出一匹马来 太好了 咱们这地儿 没有马 拿这个 咱孵好了之后 以后咱们这儿 就有马了 呼 在黄上乐着 提听泡都快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没想到 没想到啊 这回咱们可是占便宜了 来呀 准备一间屋子吧 好 真听话 准备一间屋子 屋里弄得特别暖和 就把这大南瓜 搁在正当中 上头还盖了两床被子 回去之后 大伙疮了 咱也没孵过这马 这马到底是多长时间 才能孵出来 国王说 这我知道 这个 他们这个 中国人哪 他们算这个 都是什么 七七四十九啊 九九八十一啊 我估计啊 咱别这七七四十九天 那等着吧 啊 每天还有人负责啊 挂在上面浇水啊 往上浇水 怎么呢 他怕他干了 敷吧 敷七七四十九天 没到四十九天 到四十八天 皇上憋不住了 到底怎么着了 有动静没动静 啊 你们 你们得去看一看 大臣过来了啊 拿手往背后里一摸 拿出了一条 好吗 全烂了 你想啊 一大南矿 拿这棉被盖上 还往上浇水 屋里还挺热 叠着火炕 过了四十三天 一个多月 那能不烂吗 帮忙一拿 好 里头都是水了 这没办法 皇上一条挺可惜 啊 走了 这个算是遭尽了 没服好 扔了去吧 俩大臣抬着往外走 国王还舍不去 还跟着后不看 眼圈都红了 哎 还就这么一国家 小国家 眼界浅 什么都没见过 可是 这么小的国家 竟然也起了侵略之心 就这天 这国王啊 越看自己的国土 越别扭 怎么呢 整个国家 从这头走到那头 有二十分钟 到了 啊 全国的军队一共四个人 这玩意儿咱们太小啊 听说了 先帮大国 大清朝着 这个地方太大了 咱们呢 咱们找他要一块 他要是给魂子万了 若是不给啊 你们这四个人 加上我 咱们五个人 咱们要侵略中原 多混蛋呢 五个人要侵略 那怎么办呢 派使臣去吧 国王说你们别都去 要去你们去 仨人 得留一个给我做饭 啊 就这么着 派重来三位使臣 跨着大刀 雄啾啾气洋昂 就来再聊 大清朝的首都 北京 那要见见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 听这个使臣要来的消息啊 当然是一愣 怎么呢 说这个小国家 突然间派使臣来这个不多见 往常来了之后啊 打一招啊 有的时候见不着我啊 也无所谓 这次说死了非要见见皇上 难道说他们有什么事吗 来 黄门官就被这几位宣上来了 说万岁有旨 请三外使臣 抢天 呼 三外使臣啊 拧着眉瞪着眼 撇着嘴 嘴咧着个赖柿子似的 啊 往殿上一走 站在品极台旁边 龙苏冠以下 是利而不贵 站 摸着啊 手榴弹要是一块钱十个 先扔他一万块钱 前龙看见纳门 没生气 要往常说见皇上不贵 这是死罪 当时推出去咔嚓 这就砍了 今天没有 皇上学这是个乐子 啊 这仨人啊 都是大高个儿 个儿多高呢 穿着高跟鞋垫着脚 能走桌子底下 这仨大高个儿往上一干 皇上直纳门 这是站着了 这是跪着了 其实人家还垫着脚尖呢 跟着啊 三位使臣 来到此处 莫非说你国 有什么事情不成吗 啊 问问你们来干嘛来的 这使臣 老说 大清皇帝陛下 哦 皇上听这口气不对啊 往常上这来的时候 也来过一回两回啊 挺客气 来借粮食来的 说国里边啊 这个粮食不够吃 我给了他一袋粮食回去了 啊 全国有一袋就够了 今天来不对啊 怎么这么大的伙计啊 皇上觉得可乐 哈哈哈哈 三位使臣 这个 来到此处有什么事 淡讲无方 哈 孤王只要能帮助你们的 绝对 不会吝啬 以为啊 他们想要点东西了 这使臣说了 嗯 大清皇帝 此番前来 我们是前来 请教一个问题 啊 我国 地处偏僻 臣等啊 耳色目盲 我们什么都没见过 想求您 赏下一幅对联 这幅对联里边 要包含 一百个古人名 倘若说 大清臣子啊 有一个人 能说上这个对联来 我们扭头就走 从此后 年年进贡 碎碎成臣 如果说 你们要是 搭不上来的话 休怪我们从此 咱们断绝邦交 别怪我们 要以小犯上 这话说的挺干净 啊 来啊 求父对联 啊 这就是挑衅 这对联里边啊 上下 这么两句话里边 得包含着 一百个古人名字 啊 有人说 说这简单 就给他写吧 孔子孟子 庚子 啊 什么染魔牛 民子谦 屋子虚 岳云 那那写不叫能的 一边写五十个凑 那不算能的 人家说这对联啊 一定要严谨一概 而且绝不能太啰嗦 哎呀 这可就难了 嗯 三位使臣 安排在江米巷 也就是现在的东郊民巷 有一个金庭管义 安排这 住好了 皇上坐在这 可就围上难了 谁能把这题搭上来呢 自己 自己稍微差点 乾隆皇帝啊 倒是喜欢五门弄墨 啊 给谁写个字啊 提个诗啊 写个牌坊 这辈子啊 写了一万多首诗啊 一首都没留下 咋们这个文采怎么样吧 自个写估计是不行 换神写呢 嗯 和珅 估计不行 和珅这能力还没我大 我宠他 是因为他呀 呃 说话受听啊 会拍马屁 倒不是因为他文采大 谁行呢 想来想去 哎 刘庸啊 这个事啊 还得是刘罗锅来 嗯 皇上想到这挺高兴 吩咐人来呀 把刘的人请来 啊 有着大太监出去 功夫不大 把刘庸请来了 刘庸来在这儿 臣参见万岁 哈哈哈哈 我说刘爱卿啊 万岁 是方才呀 有这么件事啊 就把刚才这使臣说的话 唐唐唐唐 臣说了 你看这对子 哎 万岁 太简单了啊 您把他们招来吧 我当时就让他们知道知道 这副队联是怎么做的 哼 皇上高兴啊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这玉帝啊 我这三兄弟 到这会儿了 知道刘庸是自己的近人了 两个人呢 除去了君权之分 从老太后这里呢 是干兄弟 还得说是我的玉帝 来呀 把那三个使臣 给我叫来 连请都没有了 怎么呢 这有人搭上题来了 哼 要敢就应 功夫不大 这三位 咔当咔当又来了 望着一站皮儿大嘴 嗯 我说天朝上帮的皇帝 难道说这题目 已经搭上来了吗 哈哈哈哈 这个题呀 实在是太简单了 啊 我朝中任何一个人都能搭上来 来 我给你们引进一下 这是我朝中文华典大学士 左都玉使 刘庸 刘时安 介绍一下 这三位听 这就是刘大人 知道吗 哎呀 耳朵里早灌满了 哈 每次来北京 他们都就买好多字画回去 这一听 啊 这就是刘庸 刘时安 啊 刘罗光 哼 如雷灌耿 浩月当空啊 哈 马上这三个人 是毕恭毕敬 刘大人 我等向您请教 刘庸乐了 这不算什么 啊 一副队连里面 有一百个古人 好办 您听着 云台二十八将 孔门七十二贤 云台二十八将 啊 汉武帝刘秀 手下有这么二十八元大将 一个个呢 据说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孔夫子啊 跟前有七十二个徒弟 七十二加二十八 正好是一百个人 那很简单 这叫什么呀 男者不会 会者不难 说完之后 再瞧黄黄一坐 哼 腰板挺着背直 怎么呢 皮搭上来了 没丢人 要不然的话呀 恐怕这个国体都有些损失 再瞧这三位 真好像一个大圆球 充满了气来 到这儿 让刘庸 呲 打一口子 气全泄了 马上 第一枚扶手 是是是是是 呃 呃 三位 你们也是 窝瓜国的公使 你们可知道 你们窝瓜国的来历吗 嗯 说到这儿 这三位愣了 以为要给自己啊 刷上课 讲讲学问 没想到人家说这个问题 这仨人 你看过我看 你还真不知道 谁 呃 这我这 没没没没研究过 哈 你说我们这 我们这怎么来的呀 怎么来的 你们这么崇拜中华文化 我们有一本水浒 你们知道吗 哎 我们都拜读过 说的是水泼凉山 有一员好汉 名叫武松 武二郎 哦 我们知道 那是打虎的英雄 对 这个打虎英雄 还有一个哥哥 叫武大郎 你们知道吗 哎 也知道啊 说他身材矮小 其貌不扬 对 他的兄弟 了不起的一位打虎英雄 哥哥却因为身材矮小 经常的被人欺辱 他娶了一个媳妇 名叫潘金莲 生得是貌美无双 可谁知道呢 被当地有一个恶霸 叫西门庆看上了 两个人是勾搭成奸 不光如此 有一天呢 西门庆一抬脚 哐 把武大郎啊 从床上 就给踹到地上去了 武大郎啊 挨了这脚之后 觉得心口味发烫 哗 当时吐了口血 后来人呢 都以为说呀 武大郎这脚啊 就给踢死了 万没想到 根本这人就没死 当时啊 武大郎觉得自己这辈子 太寒心了 生起来 身材矮小 被人瞧不起 好容易娶了一个媳妇 长得好看 又过不了好日子 没想到被奸妇 把自己踢成了重伤 从此后啊 自己一含心 有打 家里就跑出来了 翻山越岭 一直来到大海边 上了一个小船 啊 划着小船 让我们当其双将 没这歌啊 就说这意思啊 坐着小船 一直就来到了你们 窝瓜国地界 小玉想当初 齐治皇时候 有一位徐福奉命啊 来东海寻找长生不老方 在这儿呢 有这么些个男的和女的定居 当时啊 就把这位武大郎 也留在了此处 大伙是兵和一处 将打一将 在这儿繁衍生息 才有了你们这个国家 知道不知道 而我们知道 武大郎因为在家里时候啊 他是卖吹饼的 所以在这儿呢 而且还给你们做了一个旗子 就是一个白布上面盖了一个吹饼的印啊 那是烫糊了 拿这个作为你们这旗子 对不对 哎 倒是倒是 还有一点 你听我说的对不对 你们睡觉的时候 不敢睡床 对不对 嗯 哎我这您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了 想当初西门庆这一脚 把武大郎差点没踢死 又打床上掉去了 他不敢再睡床 只能睡床垫子 为什么你这个床垫子 叫他他密 知道吗 啊 你不知道告诉你 记住了 踏踏实实的 都跟这儿密着 使沉密青 是这么回事吗 我们都会觉得有什么东西 这边对无人 Parce 就不愿意 现在就不死了 把武大资 你不是这儿密码 那怎么办 就不由我 明显 看 sich 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